江粉泥妙用 暗推五天 全身红斑消失案例 王女士81岁 2023年10月27日 摔跤造成骨折住院 手术后全身发痒 从两腿开始长满红斑 每天感觉热 流汗多 腿部红斑逐渐变紫 全身都是越来越严重 医生说没有办法 2023年12月12日 求助原始点 全身长满红斑 下肢斑块已经变色 开始变坏 感觉发热发痒 睡眠不好 肚子大 全身也有浮重 双腿疼痛 不能正常行走 没有体力 带着轮椅和作便 搀扶可以慢慢站起来 处理方法 一 建议马上停用所有药物 二 能站起来就不用轮椅 三 把饭菜焖软煮熟吃热的 四 每天全身按推原始点 即涂姜粉泥 每次一个多小时搓三遍 从脸部到四肢 全身前后都搓 好 新的 妈妈姐来 你给她 给她 给她 一眼 让她扣一点 手下 哎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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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大肚子 这大 太大了 看她这口部都是 就她这全身 全身全身 全身 五 室温保持27到29摄氏度 这样可以少穿衣服 六 将身份做成糊 50到60克 只能在室内走走 晚上睡觉 用电热弹 连续处理五天 全身红般消退 皮肤干爽光滑 不流汗了 睡眠也好了 最重要的是 能正常行走不瘸了 脚有劲了 腿不疼了 原以为 需要长期作战的 疾病几天就好了 真还有点难以接受 不过事实就是如此 应了老师的一句话 只要方法对 病好不难 用姜粉泥按推脚步时 发现一处陈旧烫伤 换处发黑 褶皱堆在一起 有肉疙瘩 真看不出 是四年前的烫伤 用姜粉泥按推几次后 颜色变淡 皱皮平滑 姜粉泥的威力 看得见 新伤旧伤一起康复 这是病患 及家属万万想不到的 老伴看到原始点的效果后 也主动住进来 希望用原始点 帮助他解决多年的 手脚麻木的症状 之前女儿曾经给他介绍原始点 他不信 只信药 没少花钱 老爷子也82岁了 先帮他把全身开关打开 他感觉轻松多了 前胸后背四肢 搓姜粉泥 因他不惜运动 曾经有医生跟他说 不要多动 否则脚会更麻 他就不敢走动 为了让他多动 并学会自救 我们帮他按推几次后 症状已经缓解 叫他自己每天多次用姜粉泥 推揉手脚 手脚麻木的问题 也逐渐解决了 2023年12月21日 我们劝两位老人回家 看得出他们有些恋恋不舍 也许是因为病好的太快 还没有缓过神来 也有对我们的依恋和信任 对已经八十多岁的他们来说 这种求医方式 他们是第一次遇到 简单 速效 没有任何压力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前